大家好,我是Mindy,来自西雅图开心团队,我的坐标是密西根,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接受公司授予我的这个年度奖项 感谢公司,也感谢公司给我这次在这个舞台上分享的机会 接到这个奖项其实挺意外的 回首这一年多来走过的路,点点滴滴,一脚一步 五步渗透了系统给予我的力量,团队给予我的力量,小伙伴们给予我的力量 在此,请允许我借这个机会,感谢与我携手相伴的团队伙伴们 感谢我的上级老师,一心百经总裁,叔和嘉世民夫妇给予我的支持 同时,更要感谢的是,我的咨询导师,三星百经总裁,朱利亚和托里夫妇 在这一年多的咨询辅导中,给予我的帮助,指导,鼓励和引领 当然,在这里,我也要感谢汉诗博士和巴比汉诗,感谢他们创建的汉诗系统 因为系统的力量,我这一年多来在这里得到了垂念和蜕变 非常的感谢 今天,公司让我在这里发表一下我的获奖的秘诀 我想说的是,我这次获奖的秘诀在于 我这一年多来在汉诗系统里学习的结果 也是朱亮老师对我咨询的结果 所以,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汉诗系统对于我们成长的重要性 说到系统,有小伙伴可能会说 系统是什么呀,看不见,也摸不着 但更有小伙伴会说 汉诗系统是生产PD和PPD的工厂 对,我们的汉诗系统确实是生产PD和PPD的工厂 但我在这里更想说的是 汉诗系统是我们煤炭事业成功的基石 是规范我们行为的红绿灯 在这里,我们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不该做什么 如果没有系统,那么我们将不知道我们要走到哪里 我们会走到哪里 我们常常把汉诗系统比喻成帮助我们事业成功的贵人 的确,它不仅教会了我们怎样运作煤炭这个生意 而且还会让你变成一个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将你的伙伴变成你希望他们成为的那个人 那汉诗系统的核心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有形的,即汉诗商学院的课程 CD,书籍和一对一的教练咨询 那无形的部分呢,则是汉诗系统的文化和思想精髓 那今天呢,我在这里简要分享一下汉诗系统的几个重要的核心 我们知道三点计划对于我们业务开展是非常之重要的 它是汉诗系统指导我们在美态事业里成功的关键 什么是三点计划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是哪三点 对,团队结构,我,团队关系和领导力 那么大家认为这三点哪一点是最重要的呢? 对,这里的我最重要 因为我是一切的根源,是成功或者是失败的责任能 大家认同吗?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我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我的第一点呢是五个核心我行动 这五个核心我行动里面包括我们每天要做的日程表 我们要每天聆听CD和签聊分享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是我们每两到三个月要读一本书 第三个呢是参加美态公司的大小会议 就像今天的年会 第四个呢是参加系统的课程培训 比如说我们的注目课程 第五个呢是主动进行每月的导师咨询 那这五点呢是贯穿在我们日上我们的业务活动中的每一天的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是在这五个核心我行动的基础上 我们要走向领导人 我们美态事业最终会让我们成为什么呀? 大家猜一猜 对最终是让我们成为领导人 成长为一名卓越的领导人 那在领导力革命医书中呢 他把领导人分为五个层次 即学习行动带领 培养领导人 培养培养领导人的领导人 那么当我们想要成为领导人的时候 得先从五个核心我行动开始 我们每天要听CD 看书 学习 不但的行动 这也是我们走向领导人的 必须的过程 那在汉斯系统里面呢 有一个成功密码是4835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在这里重点说一说三和五 三是三大力量 语言的力量 团结的力量 服从的力量 我们要用积极的语言 来带领我们的团队 我们要用团结的力量 团结我们团队里的每一位伙伴 和我们旁级的伙伴 我们要服从汉斯系统的语言 系统让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应该做什么 系统不让我们做的 我们坚决不做 亲爱的伙伴们 那么你是否按照三大力量 在带领你的团队呢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五 那五又是什么呢 五是五个永远不要 我们永远不要诋毁任何人的至尊 我们永远不要 随意与上下级发生金钱的纠葛 我们永远不要借用生意发展 建立非道德的蓝绿关系 我们永远不要 在还未和上级讨论过之前 就尝试做新的做法 我们永远永远不要 把消极负面的情绪 传递给我们的下级 或者是旁级 如果这五个不要 我们没有遵守 那么必然会导致 我们在前进的路上 会出现这样 或者是那样的问题 这是规范我们日常行为的准则 刚才我们说过 在煤炭事业里 我们最终是要成为领导人的 作为一个卓业的领导人 汉斯博士和朱利亚 还有我们系统里面 其他的领导人 真的都非常的卓业 我们要像他们一样 那么像他们一样 我们怎样才面就像他们一样的 这样卓业成功领导人的 这样的品质呢 那领导人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和数字呢 树老师有一张CD讲得非常好 成功的领导者有五种语言 那哪五种语言呢 第一种语言是你的为什么 我们在煤炭事业里 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为什么 只要找到了你的为什么 你才会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才会行动 那么在煤炭事业里 亲爱的伙伴们 你找到了你的为什么吗 你是否清晰 你为什么来做煤炭这个事业呢 你是否坚定你的梦想和有对美态坚强的信心呢 这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还没有找到为什么的伙伴 一定要好好地认真的去找一找你的为什么 那第二种语言是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当然当你知道了你的为什么的时候 你就一定知道你在做什么 不是吗 当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要在这里不断地学习 积极地分享 不断地行动 不断地成长 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们才能走向 领导人的阶层 那么 亲爱的伙伴们 你是否 也在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行动 不断地分享 和不断地 在 个人成长呢 那 第三点呢 是 品格 品格 是一个人的身份证 我们 是否具备 优秀的品格 这 真的非常非常之重要 那我们汉式系统 提倡的是 诚实 正直 可靠 亲爱的伙伴 你是否 按照系统的 诚实 正直 可靠 在 规范你的行为呢 你是否 信守承诺 表理如一 你是否 具备 双赢的思维 而不是 省能力极呢 你是否 真诚地在为 他能着想 具有一颗 服务 他能 谦卑的心呢 真的 品格 是 造就 我们 领导人的 最基础 最基础的部分 只有 你有 好的品格 有优秀的品格 你才能成为 一位 受能 珍重的 真净的 领导人 那 第四种语言 是什么呢 是 专注 我们知道 我们无论是 在哪个行业 成功 来自于 专注 那么 你是否在 美太这个事业里 专注在 美太呢 你是把 美太 当作你的 太阳 还是 当作你的 力量呢 专注 才能 成就 伟业 所以 我们 一定要 专注 这也是 非常 非常 重要的 一个品格 那 第五种语言呢 是 关心 我们都知道 做美太事业 是一个 经营能的事业 那么 你是否在 真诚的 关心 你团队的 每一位 成员呢 你是在 为别人 想得多 还是在 为自己 想得多呢 当你的团队 伙伴 出现 问题的时候 你是否 站在 他们的角度上 去思考 去关心 去影响 他们呢 或者 你是在 用 操纵 恐吓 威胁 伤害的方法 来 对待 他们呢 关心 是团队 和谐的 一个 重要的方式 所以 我们 真的要 关心 他人 真诚的 关心 他人 以 他人的 秘义为重 最后 才能够 成就自己 那 当你的 领导力的 这五种语言 应用的 正确时 那么 亲爱的伙伴 祝货你 你已经是一个 值得人们 信赖和 跟随的 领导者了 这时候 你一定会有 凝聚力 领导力 和带领团队的 能力 人们才会 放心的 追随你 并且 成就你 那么 如果你还没有 意识到 这五种语言的 重要性 那么 请你就来到 汉事系统 来到这里 学习 打磨 让自己成为 具有这 五种语言的 领导者 亲爱的伙伴们 如果你今天 还没有 来到系统 那么 请你 现在 就 来到系统 如果 你的 小伙伴们 还没有 来到系统 那么 也 请你 帮助 你的小伙伴们 来到系统 系统是 帮助我们 走向成功的 传送带 是让我们 身心灵 自由的 港湾 是我们 成为 领导人的 摇篮 伙伴们 让我们 一起 在汉事系统里面 不但地 学习 不但地 成长 遇见 更好的 自己吧 好 我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我也想 借这个机会 感谢 为汉事系统 付出的 每一位 领导 谢谢大家